胡锡乡北辽村保安宫前铁皮屋突然冒烟 起火现场为燃烧纸板及周围冰箱与冷冻柜 约10分钟左右即扑灭火势 性抢救得宜无人员伤亡 昨日下午5点左右 消防局获报 胡锡乡北辽村庙前铁皮屋冒烟 消防局获报之后 立即派遣第二大队胡锡分队及盆南分队 消防与救护车辆 共5车11人前往抢救 沉务人员到达该铁皮屋冒出浓烟 以破坏器材破门并背负空气呼吸器 部署以水线入室抢救 约10分钟左右即扑灭火势 经查该铁皮屋是由成租人李小姐向保安工成租 工作贩卖饮料的营业场所 起火现场为燃烧纸板及周围冰箱与冷冻柜 性抢救得宜无人员伤亡 有关财务损失及起火原因 由消防局火灾调查人员进行后续调查处理 记者陈荣誉报道